哈囉 大家好 我是阿斯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和鈴鐺 記得追蹤IGFB還有Twitch 好 那我們這一集呢 是要介紹天梨節手遊當中的鮮雨超 然後官方終於公佈 鮮雨超人物的情報 那這個情報是來自 微信的 天梨節的官方 天梨節優惨在臨在四天之前 四天前大概是 10月2號 12號公佈了 我們來看一下吧 似乎每部武俠作品中 都有一位手持巨劍的 猛漢角色出現 天梨節系列也不例外 如果你看到一個 尖扛大劍還被鎖著 大鎖獵的猛似 那一定就是鮮雨超 本尊登場囉 鮮雨超是神魔之專中 登場的角色 這架式一看就知道一定是屬於 打架狂魔類型 攻速不快 但每一招都會打開打合 隨便一招揮過去 定讓敵人較苦不疊 朋友 異夫當官萬夫莫理的威士 那這一張就是 仙女超的戲劇圖 我覺得仙女超在天梨節手遊做得 還蠻不錯的 我蠻喜歡的 很適合他 這種都很適合仙女超的 身材有沒有 分天斬 分天斬 分天斬跟以前一模一樣 而且還比較好 這個都做得很好 你做得不錯 仙女超 這邊是 仙女超 鎖附 雙手的鎖裂 上面附有一種可怕的血咒 他能讓被詛咒的人 常生不死 威猛無雙 卻也會讓人變得瘋狂四雜 只有不停的揮舞大劍 引進周圍的人 周圍人的鮮血才會罷休 殺死了自己家鄉的親人 還會不受控制裡殺入周圍 哪怕不相關的人 如鬼神般威猛可不受人證物 雙女超雖認心無比自責 卻也無可奈何 這招是什麼 血 血作鎖鏈 喔 這應該是他手遊當中的新招 若有朝一日 擺脫這鼓咒 我這邊要配音一下 若有朝一日 能擺脫這鼓咒 肯定要回歸故里 但那些粉軸前 潰上七天七夜 這個是 劍嗎 是鎖鏈 看不太清楚 蕭允超身上的甲咒十分古舊 他已經在世上存活了數百年 壯縮的深知之上 還有凶神惡善的延伸 以及如剛級般的鬍子頭髮 一段進入戰場 被狠然亂的忽視 然而 他的血作平靜之時 他的血作平靜之時 看起來有些溫和 一段發作 並會瞬間化作 殺人不詹你的惡魔 淫血很少 為什麼覺得他好像某一個角色 為什麼我剛剛想到蓋倫啊 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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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蓋倫 魂魂22出版年後 仙宇超才終於遇到希望 他加入到陰劍平一血人中 將他嗜血的劍長向邪魔 雷血魔血都能讓這鎖鏈滿足 讓這最橫雷雷的大刀 除盡這些危害人間的邪門歪道 也成為了仙宇超的淑罪之道 鎖鏈生忍不濟 大劍武 身風 猛然仙宇超將在天音節 幽神佔領 手遊中登場 OK 戲劇圖 蠻適合的 仙宇超做得非常棒 這招是什麼 反擊 仙宇超的反擊 仿佛每次斬擊都帶有四殺之氣 火焰與黑白鬼器交錯斬擊 這並非是畫質問題 而是製作組特意為仙宇超設計的超帥連招 喔 酷喔 欸很帥很帥 仙宇超該不會是SSR的角色卡吧 帥 帥 斷龍斬 演奏中經典的絕學斷龍斬鬼明劍 也會將在手遊中再次登場 依舊保持一技猛級的宗旨 從大劍的氣勢 變得感觸到一股深深的憤怒 剛唱淋漓盡在其中 這個斷龍斬 指揮三下喔 欸對以前也是揮三下 喔對面的敵人是炎魯欸 炎魯鬼 各位覺得斷龍斬可以嗎 我個人覺得這個斷龍斬不太行 它沒有閃電欸 斷龍斬在 呃呃 單機板中是有閃電的 而且它揮出的那個氣沒有那麼短啦 那第一招揮的氣有點太短了 單機板是揮的氣超長的 超出畫面那一種 好鬼明劍 鬼明劍 鬼明劍就 哦 OK了鬼明劍這樣可以 好 以上就是仙女超的角色介紹啦 如果超想還有其他想看到的人物 記得在下方評論去告訴我喔 期待和你再次相遇 祝大家國慶假期玩得愉快 OK 我這邊都回顧過 欸 韓金秀我是不是還沒有跟大家講過 好 我們下次再講 好啦 那我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 呃 的介紹 那10月 我記得是10月25號吧 呃 官方就會公佈 呃 參加問卷調查的人 有沒有獲取天梨節 第二次公測的 那個 那個叫什麼 獲取嘛 希望大師可以抽到 OK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 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 HFP還有Twitch 每週六 晚上9點半 會開直播 每週日 晚上9點半 也會開直播 目前直播的遊戲 是天龍八部 那謝謝大家 這裡就收看囉 掰掰